八十五 翻譯一下 基隆慈芸市頒發獎助學金 主委李林寶玉分別邀請獲長同學 一一上台接受表揚 第十一屆信徒大會 我們每年都有頒獎助學金跟助學金 照這樣頒 今年大學大專成績實在太高 台大基隆有100分的 我們實在是很佩服 所以給他們一些獎勵 我們每年都是從 農曆十二月十號就是宋春林 初一就一系列義務活動 因為今年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義務活動停辦 可是我們獎學金是每年都有造化 其中獲得清涵獎助學金 有三十名同學 每人可以獲得五千元 另外高中大學各有十名 分別獲得三千和四千元獎助學金 第一次 感覺怎麼樣 就很好 怎麼說 就是因為覺得自己努力 讀書就是有這樣的進步 然後又有這樣的頒獎 我覺得很可以 還不錯 怎麼說 第一次剛好成績滿高 然後就可以來升級了 所以知道以前有這種獎學金嗎 我很久 不曉得 受到疫情影響 慈雲寺獎助學金頒獎儀式 採取分流上台領獎 包括市議員藍敏黃 余三發 秦真 集裝景田 局市長擬參選人黃希賢 市議員擬參選人黃永祥都親自到場 肯定慈雲寺長期培育下一代所做的貢獻 那麼我們知道慈雲寺從三四年前 我回來紀錄的時候 我就看到慈雲寺在地方文化教育 還有信仰傳統道德的文化傳承上 不遺餘力 尤其是對國中小 對於在地學生的獎勵 今天特別是頒發了很多獎學金 來幫助這些學生 尤其是清寒的學生 這一點精神發揮了宗廟在地方 不只是道德信仰中心的影響力 也實際的幫助地方的成長 這一點是值得敬佩的 特別是在疫情期間 發揮了很多的人力跟物力來支援市政府 捐助了很多的防疫設施 貢獻非常之大 我個人很榮幸 也是我們石雲寺的信徒代表之一 那麼今天除了參加大會之外 主要也是要來參加改選 那我在這邊也預祝我們主委 李林主委能夠順利的連任 我想慈雲寺是李元吉先生創立 年輕的時候貢獻非常之多 那現在由他的太太來接棒 也接任的非常的順序 今年的選舉 這一次的選舉 我希望能夠很順利的完成 也恭喜我們李主委能夠連任 那麼最後我也藉這個機會 呼籲我們市民朋友 歡迎大家有空來這邊拜拜 從小就看著慈雲寺香火鼎盛 那麼我們前主委 李前主委李元吉先生 他一直以來 包括我們的各國際社團 還有地方事務 我想都很用心 很慷慨解囊的 為地方辦一些藝文活動 還有一些獎學金等等的活動 我幾乎每年都會來參加 因為就在我家門口而已 所以對慈雲寺這些活動 我們都除了比較是高度的贊許之外 我想我們也很願意配合 在我擔任獅子會會長 還有我擔任青商會會長的時候 也曾經與我們慈雲寺結合 辦理了很多活動 其中一項讓我最永遠懷念的 也就是千人飯店燈 那次活動辦得非常非常的熱鬧 也給大家帶來很多的回憶 但是後來礙於法令 我們就沒有辦法繼續延續下去 那希望我們慈雲寺 這樣的為地方付出的熱心與散舉 我們地方大家也能來共襄盛舉 慈雲寺他歷年來 對於教育和文化上 非常的一個奉獻 因為這都是各位信徒大德的福田 來替大家做福田 我相信今天的一個大會 也一萬人頒著獎學金 最主要是鼓勵我們這些孩子學子們 在求學之中 大家比較安心的 有一個求學的環境 好的環境 我想這是我們在宗教禮儀來講 就是個民俗安定人心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表現 慈雲寺是我們基隆市的宗教聖地 尤其是在我們安樂區 平時他的敦勤木林做得很好 而且公益社會也做得蠻多了 平時香火鼎盛 也希望疫情的升溫 福祉能夠繼續保佑我們基隆市民 能夠過個平安健康快樂的日子 長期以來在地方不論是科醫活動 或者是對於地方學子的照顧都非常的用心 那今天勇翔以天心者慈善協會執行長的角色 來參加今天的信徒大會 那學習非常多 那也對於慈雲寺對於長期在地方的幫助 非常的肯定 那也希望說未來可以繼續 來照顧我們基隆市所有的 這些優秀的學生 除了頒發欠含獎助學金 和獎助學金之外 慈雲寺也捐贈安樂國小教育基金 希望孩子們能夠努力向上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